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进来说吧 昨天晚上一个黑衣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我正准备求救 就被他直接打晕了 我醒来后检查了随身的财物 虽然没有丢失 但是我越想越害怕 就直接来找你们二位了 你为什么来找我们 因为现在在这岛上 我能相信的就只有二位了 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们 什么事情啊 那天我指证羽绒是凶手 还有我说 听见徐老爷房间里面有响声 其实都并非我的本意 是韩章让我说的 他仗着自己是将军之子 就胁迫我 他说 只要我帮他 就能快点结束快奔 还能不让人死 事成之后 还能把宝图和我共享 所以我才这么说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韩章让你说的 哦 这是韩将军 随身所佩戴的匕首 我担心他事后反悔 毕竟他身躯高位 而我只是一介草民 他若反咬我一口 我必定难以摆脱嫌疑 所以我便留了此物 我还和他约定 事成之后 再将此物归管于他 韩将军所说之事 都是他亲眼所见 案发当日 他也在徐府 他认出了我 所以才会来找我 他也在徐府